这个话就是来讲一下那个试题的第三 我刚刚讲的部分 其实特别注意这个官方的说明蛮重的 这个连结请各位有时间的话也稍微看一下 里面比较重要的相关的东西 除了说你要可以一个一个去run它 去看它之外 你也可以把每一个方选 直接贴到程式码里面runrun看 它里面也有sample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那个samplerun一下 这有点像是easeal easeal里面一堆函数有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 因为你run过 你有用过你就知道怎么用 这个情况差不多 只是说它的名称跟easeal的那个方选名称 不太一样 但是有些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OK 其实做的事情我发现其实大同小异 只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下去做这件事情而已 那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底下的 第三零 这个 三零一题 三零一题的话 里面它其实主要就是做几件事情 包含就是说呢 它要我们怎么样 先把这个data frame做输出 那考试的时候其实也是考那个选择题 所以 我是觉得说 至少你要了解这个程式该如何run 然后怎么 里面有哪些重点 可能要把它抓出来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考试的环境已经会预先帮你装这个pandas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装这些东西 因为它已经帮你装了 如果考试没有装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举手跟它讲 这环境有问题 你不要傻傻的自己在那边装 OK 里面已经装好 你不用装 考试不考安装 那个套件这一部分 那首先第一个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题目里面的话 它第一个 它要我们显示什么呢 我们要先建一个 所以第一段其实是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所谓的data frame的物件 那必须要提供给我们三个东西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你要建data frame 未给其他地方用的话 那首先反正你就记得三个东西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values 那这边它用的名称叫datas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二维的串列 我刚刚讲过 所以二维串列怎么建立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SQL line里面的execute many 有没有 execute many其实就是二维的串列 所建立的方式 第二个的话index 第三个的话是colors 然后分别的话 把这个资料呢 未给这个data frame 我刚刚讲过 理论上应该是values优先 然后再来就是index 再来就是colors 如果你不按照顺序的话 前面一定要加它的参数名称 如果没有加参数名称 那这个部分会出错 OK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首先的话呢 它希望什么 它总共会需要做四件事情 所以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它是先把这个data frame建立之后 直接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印出来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 上面是栏位名称 左边是它的key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index 其实有点像key的概念 那里面的话就是它的values 所以其实将来 data frame其实也可以跟 那个所谓的字典 有没有 来做串切 前面的话 第一个栏位就是key 后面的 假设这边有五个 就是它的values 所以它values 也许它中间加d点 那我们取得它的values 再自己再把它切出来 也是OK的 好那第一个部分完成之后 第二个问题它说 要取得后面三个学生的成绩 那怎么取得后面三个成绩呢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 输出后面三个成绩的话 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叫 tale2的那个方学 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你们可以参考什么 参考我刚刚给各位那个 就是data frame的 这边有一个叫tale的一个方法 好像刚刚有看到叫tale的方法 有没有 还没有有一个说明 它的这个方学的名称有没有在这里 未来如果说你要找 甚至你可以search一下 把tale打在这里 它会找到这个 那里面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相关说明 另外的话有一些范例 范例的话你可以怎么 直接把这个范例贴到module里面run 其实马上可以得到结果 我认为它sample其实还蛮方便的 你复制开个module贴过去 然后try一下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你千万不要眼睛看 因为你眼睛 你脑袋里面没有装 Python的编码器 所以你怎么跑 都不如直接上机来跑会比较快 可以把它run一下 有些功能即便你不知道 你可以藉由run的过程 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的使用方法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data frame的功能太多了 所以最好如果你要彻底了解的话 还是找个时间 每个每个把它做笔记做分的 因为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人帮你做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一本书叫做 什么Python的data frame的所有functions总整理 有的话可能 可能就是人家英文版有 但是中文有吗 有本书就是pandas 专门讲pandas pandas用翻译 中文吗 中文 不用吗 可是像那种书 你不如就看这个就好了吗 就中文的比较多 好吧 反正没有关系 其实他中文的基本上也是从官网里面去帮你做整理 那与其这样导部怎么样 你就中文的话 如果你要中文的话 你就按滑鼠右键嘛 翻译成中文 对这边就有了 一二三 他这边有大类有没有 这边有小类 我的习惯是这样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 当然有书其实真的看起来比较舒服是真的吧 说可以做笔记 OK啊 没问题 所以我讲过 你可以用一个你习惯的方式 做笔记没完没问题 OK 他的sample也是长这样的 还是他另外有自己独立的sample 那本书其实我还没看过 所以你是玩完全 所谓的超前超前部署 对 我常常这样子 哇塞 真的 那买多久了 大概几个月了吧 几个月了 哇 OK 哈哈哈 不过理论上 大概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是官网 所谓官网就是说第一手资料 都从这边出来的 当然如果你有二手资料 也是人家帮你整理的 不过我是觉得像我自己的心得这样 我大部分都会直接看官网 然后自己花一点时间整理 其实有花不了多少时间 至少好处就是以后呢 你要看会看得比较快 因为比如我看我就知道东西在哪边 马上可以找到 然后我看一下我就知道 那一部分的程式该如何写 即便我不太熟悉 但我至少可以参考到第一手的资料 而且有时候书 如果乱丢 这边丢一本 那边丢一本 最后你可能会找不太到 但至少放在云端上面 我要找蛮快的 即便我人在外面手机拿出来 我也可以马上找到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马上可以参考 这是我的心得 不代表每一个人使用的习惯 因为我基本上已经属于那种 完全无子化作业了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拿笔 拿笔的时候他们都签名而已 其他都很少在写东西 不过这两个缺点 现在我慢慢发现 我写字能力退化很严重 越写越 字已经没办法 已经没有写字能力了 那很麻烦 OK 所以见仁见仁 因为我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年代你大概也就这种趋势了 你不可能说叫每个人又回到像以前用写字的方式 OK 现在小朋友可能慢慢也不太写字了 OK 好 那这来的话 我们把刚刚的部分 后两名的话就tail 所以tail后 接下2 蛮简单的 就把这个怎么样 把它做输出 那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取了吗 取那个后2 后两名的成绩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它帮你 做一个排序 里面的所有的成绩 帮你加好之后 帮你把后两名的成绩 帮你直接列印出来 OK 马上抓 当然呢 前两名怎么 我不知道 刚刚我看到的是不是意思是这样 它用-2 -2 不知道是不是前两名 OK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刚刚看到它的sample里面有个负 负的 负2是不是就前两名的成绩输出 是 应该是吧 那这样你用配的 负2就是最后两名 所以方法很多 同样的 类似的函数蛮多的 结果可能也是一样 只是说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 OK 这个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加一个负2 是不是就是 就是刚好头两名 就第一、第二名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 它取到那个 从后面数来比较低 所以负2的话 它一样是负2 应该是到负2 后面的 就有点像那个 论举几到几的那个意思 但是从后面数外 它是到第二个坪 然后第二个辅度 所以它一样是 因为刚好四个人 它一样是到后面两个人 那所以 Tale2跟Tale-2 是一模一样的结构 因为它是刚好四个人 四个人 如果再增加一个就不一样 对啊 就是数量的问题 OK 后一就是倒数三个 应该是 试试看嘛 反正这个可以try一下 因为很多答案都是try出来的 你想说有些东西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试我知道 因为我试出来 我假设 它试的结果跟我预测的是一样的 那表示我的想法没错 可是如果试的时候发现不是哦 那你可能就要做修正了 OK 这可能要试一下 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另外两题 就是说 将那个自然 所以特别是自然的成绩 所以第一个如何把自然成绩抓出来 第二个的话 如何做什么呢 所谓的递减排序 当然相对有递增 OK 所以特别是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我如何做排序 里面的话有一个function 叫做source value 如果你想知道source value详情 请你把source value贴到搜寻那边 一定可以找得到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里面的话可以by哪一栏 OK by哪一栏呢 by后面加一个 那个栏位的名称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栏位名称 一定是colons里面的栏 OK 然后比如说把自然这个抓过来 那ascending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你可以怎么样 预设值应该为true true的话当然是1 所以如果你不放的话 应该是d 应该是越来越多 可是它现在越来越少 d减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输入0 其实跟各位讲的 刚刚讲过 如果你看到false的话 像我的习惯 很希望把它改成0 那考试的时候 你不要没事把它改成0 因为反而没事就变扣分了 OK 你不要改动任何的程式 OK 然后如果为1的话 那就是预设递增 反之就是递减 OK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 后面print一个叙述 然后再来还有一点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那个栏位 只抓那个栏位名称的话 比如说总共有国语到社会有五个栏位 但是你只需要其中的自然的话 我现在后两名不要显示 那你会发现把它执行 各位有没有发现 抓出来的话就只会是自然 的这个栏位 而且是递减排序 这个其实如果在isio里面做 应该是非常简单 可是没办法 这个是在python里面用pandas 你就只能这样做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他要做什么呢 他最后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 只抓某一个人 叫做小黄的成绩 然后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把小黄的成绩 小黄的成绩 我先把它print出来 这个先注解掉 小黄的成绩 他里面的英文的成绩 小黄在这边 然后他的英文成绩 本来应该是几分呢 国语 数学 英文 他应该是56分 可是呢 我希望把他的成绩改成80分之后 OK 把它更动 所以更动的话 是更动data frame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再把小黄的成绩列出来 所以是更动之后的成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要怎么样去更动 首先这个地方呢 你必须用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特别就是我们看一下 80分 刚刚56分 更动之后的话变80分 这个地方要怎么去把小黄的成绩 变动为80分之后 再把小黄的成绩列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你们要学会一个function 叫loc loc 我刚刚有讲过嘛 他就是那个 什么assess by label 就是从那个label label其实就是index 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这边的名称 也就是你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名称 比如小黄 他就帮你把这个小黄里面的所有的成绩 都掉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要掉其中一个成绩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说我要小黄的英文成绩 特别是小黄的英文成绩 后面你再塞一个值给他的话 他就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的成绩给做更新 OK 这个是如果你将来希望更新data frame的某一个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的叙述 先列再燃 点一些新的值 他就把那个里面的值盖过去了 那将来如果说你要取得这个人的所有成绩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再利用什么 df一样loc loc底下的话你就怎么样 跟他讲小黄就可以了 其实后面斗点 斗点这个冒号其实是多余的 意思说我要抓小黄就好了 斗点是后面东西全部帮我捞出来 斗点冒号 其实斗点冒号没有没关系 一样我看一样 所以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意思说帮我把那个小黄的成绩列出来 其实OK 不过他斗点冒号 我看蛮多地方其实会加 但是不加其实也没关系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这边总共会用到 至少会有三个方法 也叫tail 所以刚刚讲 如果 试试看 如果-2或-1 看看是不是我们刚刚想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可以针对 不一定要全部的成绩 你可以针对自然成绩 一个蓝的成绩来试试看 try一下看看 如果是不是我们想的 也许可以同学来分享一下 assort value 哪一栏 然后到底是 ascent 是 等于1的话是递增 等于0的话是递减 OK 然后其他的话 变更哪一个的成绩 另外把某一个人的成绩列出来 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特别之为 我们现在所学的 就是学习 data frame的一些 function 这个function有点像 类似在Excel里面的function 只是名称不一样 但作用很多是一模一样的 OK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熟悉的话 有点像 把那个data frame拿来 当成是 python里面的一个Excel 应用 等于是如果你将来 把一些资料 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 你想做的事情 试一下